而且他年纪轻轻的 除了双开冰箱门以外 还有一把吼妖救命 这个夹住防守的姿势 我大概看了几百遍而已吧 内海的作品主角 是不会出现异性恋的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过了这么多年兜兜转转 回过头依旧在 内海男童动画手上的实验品 号外号外号消息 CP叫我们内海红子又有新作啦 制作相当精良画风 相当美心 就连熟悉的男男元素 也都相当对位 当我看到这熟悉的 天降青梅抢男主的修罗场 我就知道回来了 一切都回来了 坏消息 没有平台引进 啊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明明这么好看 知道现在都没有什么 讨论的原因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我来了 继校滑板后 身为内海作品推广大师的我 今天必须向大家激情安利这部 极其搞笑 打架大乱斗 天降青梅修罗场的动画 不吃斤 好的废话太多 进入正题 不吃斤 日文原文的意思应该是 佛齿毅礼 就跟夜路死苦用法是一样的 我查到的这是一种 暴走族专用的术语 意思是以压倒心的胜利 击败对手 放在本作 不良少年决斗的学院背景中 相当合适 不吃斤 故事叙述满怀青春期的向往 转学到新学校的男主 灯荒人 却发现这里是充满了 整天打架翘课 组织帮派 风气歪斜的不良少年聚集地 在这鸡飞狗跳的学院生活中 他不仅遇到了 小时候印象瘦弱 总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现在却华丽升级成 双开冰箱门的 天降中犬青梅珍宝 还意外被自称 好气之人的 奇怪魔神千叶附身 为了追求同班的可爱妹子真谎 男主还必须和学校的三大帮派牵扯纠缠 像台军猫一样 邪美又难以捉摸的魔力人 高中严毙三年的凶贵大学长权力郎 一出场就感觉 爱抱抱的变态后继有人了 的阿九太郎 男主越想逃 男童就越是多 还个个都想围上来跟他干一架 有些奇幻有些热血 更多是激情的不良青春物语正式展开 哇内海的老观众一看就知道啊 奇异且特色鲜明的帮派 造型吸睛画风又帅气的男孩子们 以及势不可少的 全圆男童 Gatey Gatey的CP互动 短短几集就已经交代了男主跟青梅 从前无话不谈的天降青梅变身如今的中犬大狗狗 看着水汪汪又纯洁无瑕的眼睛 两人还有剪不断力还乱的过去纠缠 我问你啊这怎么输这怎么输啦 我赌上身家啊站着官配 男主跟绿毛 在那一拳中感受到无上的爱意 你果然就是我选中的人 虽然前面看下来强势天降组戏份超多 但根据我对内海的了解啊 剧情中他真正的CP 一定是身边这个双开冰箱门子毛 一直都和他并肩战斗默契的双强组合 第一集登场拉手这里 又是年上老夫老妻组 我死了 超派青毛跟可爱黄毛 默契心灵相通 可可爱爱圆圆满满的笨蛋情侣组合 两个人只看个性也都超可爱 DK气质一整个溢出 片尾一起比爱心什么的也太可爱了吧 更派的蓝毛跟更可爱的粉毛 横冲直撞年轻气盛的干部候选 配上不怎么会动手 却对帮派有着异常热忱的兔兔小可爱 担心对方的安危 在第一时间把对方护在身后 看似大相径庭的兔子与蛇 却可以找到最柔软的地方互补 这类互动我超吃超有爱 救命 这部CP同仁女真的是可以把肺吃到饱 尤其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天降与青梅的炙热修罗场对决 没错的内海 不愧是你果然懂观众想看什么 他真的是把男性角色身上的魅力描绘得特别好 像是我真的很爱大美人哥哥 这衬衫要穿不穿要脱不脱 若隐若现的好身材 我真的很吃这种有宽度跟厚度的身形 挑软脸脸唇钉什么的 真的是又坏又色 再加上被打就会感受到刺激 产生变态而不可言说的爱意什么的设定 谢谢内海赐予我新的性癖 还有蛇走这位继田中学长后 动画界出现最帅的平头 身形跟立体的五官什么的 我也是意外得爱 但是我要重点讲的还是我们珍宝 真的是本作的宝藏大男孩 在爽浪剑气DK和无辜大狗狗之间无缝切换 一直把跟男主当年一对的印章 当成宝物在珍视 虽然一直被冷落却还是切而不舍的想要接近他 才稍微被夸奖一下就露出这种害羞的表情 我真的直接融化 而且他年纪轻轻的除了双开冰箱门以外 还有一把吼妖救命 这个夹住防守的姿势我大概看了几百遍而已吧 还有这个跟小时候完全反过来的身高体型差 就他了 阿拉丁不要再选了 就他了 不过我要说真的 对比另一位亲儿子利 为了获得女主青睐 一直像单细胞生物一样被无脑利用 弱势的男主性格 阿拉丁是真的比较不讨喜 尤其是对珍宝的态度真的是 但是不用担心各位 他最后一定会被自己的真爱打动回头是岸的 现在只不过是年少不知竹马香而已 主要还是我深深的相信 内海的作品主角 是不会出现异性恋的 除此之外 MAPA发挥压迫作画的精神 是让人大饱眼福的程度 尤其因为是全员不良嘛 打架斗殴这种的场面绝对不能少 流畅的打戏自然不在话下 魔力人单手接飞刀 珍宝蛇走 中庭干架 阿拉丁看魔神合体出拳 就连被揍飞的动作张力 也表现得异常真实 更不用提 人物身上这繁复的细节颜色 还不崩 其实作为SK8大概五刷的忠实观众 不乞丐里中 五颜六色又性格各异的男孩子们 王道热血又夹杂爆笑的剧情推进 小众文化的背景元素设定 以及注入灵魂的介于 兄弟你好香啊 跟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之间 真男童跟男朋友的互动塑造 其实都算眼熟了 但我不得不说 内海真的很会把握这种若有事无的余裕 透过描绘女生幻想的男生之间的互动 同仁女如我真的是被他吃得死死的 现在动画也算播到一半 阿拉丁和春宝之间的隔阂 校内三方式地的角逐 和魔神签订的契约也都还没讲完 原创跟播动画的命运未知舞台 就是这么让人期待啊 我真的很想看到 弱气男主任清真爱和魔神一起合体后 追赴火葬场的剧情 拜托了内海 这么好的动画 就是因为没有跟播影镜 就要被错过 真的是太可惜了 本片真的超级推荐给 喜欢宝藏男孩子 喜欢复杂感情线 喜欢修罗场 喜欢宝藏男孩子们之间 搞复杂感情线修罗场的观众 尤其不能错过 好的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看过动画的大家都喜欢哪位角色呢 最主要应该还是吃哪队CP才对 最后感叹一下 内海这个女人真是厉害啊 跟骨头社合作 就把小滑板这个IP搞起来了 现在又能帮MAPA写这种原创独苗 这个女人真的太懂男人了 不对哦 MAPA的原创男童独苗动画 难道不是YULI吗 呃啊 MAPA 感谢观看